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請問康健 回答你關心的健康大小事 我是康健雜誌的伊德 經過上次節目播出之後 很多人就想說 天啊劉醫師的狀態也保持得太好了吧 而且呢大家一定都看不出來 劉醫師其實已經56歲了 看起來其實 所以呢我們今天就要來請醫師 來分享一下 到底醫師你是怎麼保養維持身材的 怎麼這麼厲害 HELLO 大家好我是劉醫師 其實我在門診常避免問到問題啦 隨著時間大家都會老化 你不可能抗老 但是我們可以延緩老化 這本我的新書 如果你有的話就看一看 如果沒有的話其實 我很多講的重點全都放在這裡面 不管你是幾歲 你要想看你10年後的自己是什麼樣子 你20年後的自己是什麼樣子 這叫做預約10年後的自己 或預約20年後的自己 你希望未來你是什麼樣子 現在就要負責任 所以我等一下會跟各位分享一些 我自己可能在養生方面 一些的看法 第一個我們請坐家室 我常講一句話 很多人一回到家 什麼 Pouch potato 對 躺在沙發椅上 在遙控器轉啦轉啦轉啦 就過了一天了 一天過了就過了一年了 開始慢慢肚子大起來了 其實我常講一句話 你能夠坐就不要躺 能夠站就不要坐 再來就是要多走路 爬樓梯 過去我在醫院的時候呢 譬如說假設是五層樓 我會盡量走樓梯 我們每天的累積走樓梯的量 其實會消耗很多的卡路里 那我們在走樓梯過程當中 你的這種我們肌肉 包括核心或股四頭肌 都可以透過一個訓練 強化的肌肉 各位記得一個重要的觀點 我們常講 肌肉就是我們人的第二心臟 你有好的肌肉 就像一個幫補一樣 它可以幫你收縮 對心臟非常有好處 那醫師我有一個疑問 就是您剛剛講這個爬樓梯 但是很多民眾都會想說 爬樓梯不是會傷膝蓋嗎 那應該要怎麼辦呢 對一樣 很多我們講爬山 我常講說這個 上山容易下山藍 因為我們在爬山過程當中 你的膝關節承受力量 常常是三到五倍 可是下山或下樓梯 你的膝蓋承受力量是五到七倍 所以確實有人會這樣講 所以當你假設 你的膝關節在做爬樓梯的動作 會痛的時候代表 你的膝關節確實已經有點不穩了 這個時候就特別注意一下 可能你要多加強一下肌肉訓練 反而更要訓練 而不是說完了 我有理由啦 我痛了 所以我不爬不動不走不行 所以還是要去訓練 那但是等一下我會介紹一些 簡單的核心訓練 來教大家 怎麼樣把肌肉練好 讓你可以爬樓梯啊 下樓梯更順利 好那請醫生呢 幫我們示範一下一些 日常就可以做的那種核心的訓練 OK 其實大家不要把它想得太困難 那個在家都可以這樣做 我跟大家提過一個重點 就是說我們這邊一個股四頭期 這個肌肉 那其實這個肌肉來講 它是維持我們膝關節穩定 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所以很多人說我膝關節退化 就要打玻尿酸 那不是 你先把這個肌肉練好 那如果年紀大一點的話 我們先從簡單的做法 你找個牆壁靠著 這個是可以預防你跌倒 一個原則 我的膝關節盡量不要超過我的腳尖前面 那記得我們要靠著牆壁 然後下額收下額看前面 不要烏龜薄 烏龜薄的時候 頸子會容易受傷 然後可能一天做三到四次 每一次大概就是說 好像那個一分兩分隨便你 有點像小時候被老師罰站有沒有 公哥被寫完 我都還印象很深刻 好 當你這個穩定的時候 也許呢 我們可以再角度更大一點點 好 當你練得越來越OK的時候呢 我們再從側面給大家示範 像年輕可以直接這樣做 就不用靠著牆壁了 那一樣我們就 好一樣來做深蹲 一樣你不要這樣子喔 這樣的話膝蓋會容易受傷 必須在我們的腳背前 這個後面 可以簡單這樣一點點 然後這手的平舉或這樣都可以 就是一個平衡的概念 我們身體可以看前面 那不要這樣躲 這樣不行 這樣腰椎也是不OK的 好必須要把核心拉起來 好 那我們必須把這個練功 欸 已經好 如果你的肌肉越來越好的話 你可以蹲得更多一點點 記得一個原則 腳尖 這個膝蓋不要超過太前面 稍微一點點 然後每天大概練個三次四次 每一次呢可以練個四到五分鐘 其實 呃一個月多 你會發現 你這個肌力就越來越好 膝蓋會比較好 但另外來講 這個叫宮二頭七 很簡單 你可以拿點簡單的啞鈴 就這樣練一下就可以了 這些是一個增加 我們核心局部鍛鍊 非常好的一個方法 大家可以試試看 好 那另外第三個就是說 少吃發炎的食物 其實 呃 我們常講什麼叫發炎 發炎叫做 紅腫熱痛 這個就是急性發炎 可是呢 我們知道 慢性發炎 是會一秒一秒的 摧毀你的健康 那 所以發炎的食物來講 是要特別注意 譬如說 油炸的啦 煙燻燒烤的食物啦 你有沒有覺得 都是你年輕人喜歡吃的東西 我覺得很對不起大家 但是沒有辦法 我必須誠實告訴你 好 另外 過多金字糖的食物 太甜的東西 好 當然還有抽菸 喝太多酒 太多發炎的食物 確實會造成我們的老化 會比較快一點點 好 那另外來講呢 我剛剛提過了 就是少喝酒多喝水 基本上 喝酒的人講說 喝酒有助於養生 我們喝酒喝點紅酒 它裡面的白蘆醇啊 或者紅酒多酚 對我們吸血管保護 是有幫助的 哇 是沒錯 可是我先提醒大家 如果 第一個你去酒就不對了 對 第二個來講 還有一個重點 如果你喝酒臉會紅 我建議你少喝 臉會紅是因為 不是說你的欠缺訓練喔 是因為你的酒裡面那個乙醇 它到身體裡面去 會變成我們的乙醇跟乙酸 那有一種叫做乙醇去青霉 那是一種酵素 很多人呢 喝酒臉會紅是因為你的 乙醇去青霉的酵素不夠 所以呢 你喝酒臉會紅是身體很多的乙醇 那會致癌的 所以 反而要這種喝酒臉會紅的 你要小心 當然 喝水很重要 很多人不喜歡喝水 我朋友很多女孩子看病 你要喝水跟 好像殺了他 要了他一命一樣 各位 你的體重 乘以30是每天至少需要的水分 我建議你 如果你真的很不喜歡喝水的話 你可以用的檸檬 切點薄片 檸檬切薄片丟到水裡面去 檸檬水 對 那就是說 第一個 你如果胃酸 那可能要注意一下 沒有的話就薄薄的 薄的 不是整顆檸檬丟進去 那不對 那其實對牙齒也不好 就是薄薄的 它帶點檸檬酸 這個味覺 這個口味改變 你會覺得你會喝水是快樂的 好 再來 多蔬菜少吃水果 我們常講多蔬果 多蔬果 為什麼特別強調 多蔬菜少水果 因為蔬菜是非常棒的 可是我們現在水果太甜 我很多人吃的水果 吃到最後呢 血糖高 我今天才碰到一個 一個阿伯 他已經洗腎了 阿伯多年來 每天要喝兩杯西瓜汁 他認為裡面維他命C 我說這C不多 可是西瓜裡面糖很高 那他又不喝水 又不運動 肚子好大 最後那血糖 糖化血氧素 長期都十一十二 造成我們血管損傷 造成洗腎 所以呢 水果不能太多 好 但是蔬菜多 都沒問題 好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 就是是不是 吃水果也會造成這個脂肪肝呢 對 我常常講 其實 伊德問得很非常好 我現在很多病人 他說會講 劉醫師 我說吃不油的東西 我也沒吃烘肉飯 怎麼會脂肪肝 我說你現在水果肝 或是澱粉肝 因為水果的糖 或澱粉的糖 吃多了 會造成血糖震盪 他過多的這些果糖 丹糖 到我們血碗裡面去之後呢 我會把它怎麼樣 一到數上去 把它降下去 降到哪邊去 在肝臟裡面去儲存 變成肝糖 當你放在肝糖裡面儲存 它超過肝糖的儲存量的時候 它會變成脂肪 所以過多的澱粉 過多的水果的糖 太多了 你身體沒辦法處理了 就變成脂肪儲存 變成我們脂肪肝 所以特別注意一下 很多人喜歡吃大盤大盤的水果 吃到最後的脂肪肝都不知道 再來我們講說 少吃金質澱粉 不喝含糖飲料 我們台灣現在就是 食糖吃糖的王國 大家喜歡吃手法杯飲料 我想在座其實很多年輕人都喜歡吃糖 金質澱粉類 麵包蛋糕餅乾 好這東西 含糖飲料 如果我說我吃太多的話 糖是金質東西 一樣 它會增加我們所謂胰島素的分泌 胰島素上去之後 又會把糖降下去 降到哪邊去 降到我剛剛講的 肝臟等等 還有不要忘記的 當我糖吃太多的時候 我會產生一個叫AGE的東西 那就是一種中端糖化物 它會在我們身體老化 還有人講一句話說 吃一口糖 膠原蛋白斷三根 其實這句話我常跟一些女孩子講 要特別注意 再來我們講 鍛鍊局部的肌肉 各位 肌肉跟骨骼是好朋友 當你肌草症出現的時候 肌肉不夠的時候 你就開始有骨骼疏鬆 所以要特別把一些重要的局部肌肉 譬如我們骨四頭肌 好核心 要我們的公二頭肌要鍛鍊起來 當我們肌肉足夠的時候 我的關節就會比較穩定 好 那再來三餐均衡 你呢不是一定要做什麼斷食 其實三餐均衡 卡路易限制穩定之後呢 像我一樣就是12小時微斷食 一樣可以維持非常標準的體態 當然享受空腹力 有人說 有一次晚上爆爆腰 重點掉 對 真的 所以伊德你會有吃宵夜的習慣嗎 偶爾就是真的肚子餓到睡不著的時候就會吃一點 是是是 我每次聽到別人講 偶爾我都懷疑你偶爾是多久 以前阿伯說你有沒有抽一碗 偶爾抽啦 後來他講你一天抽兩包一樣 還偶爾抽 所以偶爾來講我聽了覺得很奇怪 但重點是 偶爾你覺得肚子空空的 裡面的肝 疑膽是輕鬆的 我們常常講晚上睡覺就空腹 空腹力的革命是有一個日本分野文有名的醫生提出來的 我也非常贊同這個關聯 如果假設你真的是不容易睡著還是肚子餓 不要吃什麼麵包蛋糕啦 譬如說泡一點麥片吞下去 或者一顆小顆水煮蛋就好了 好 再來早睡早起 其實就是我們呢 這個生活起居有一個規律 在中醫的理論 為什麼指食醜是要睡覺 因為那個時候是走到我們肝膽經 你的肝膽需要休息 如果你還不睡覺的話 其實你的肝膽是非常累的 因此大概這個原則跟大家分享一下 哇聽完劉醫師分享之後 就是覺得收穫良多 如果大家想要像劉醫師這樣子維持這麼好的外表 趕快這10點記下來 好好的做 從現在開始一定還來得及 我們謝謝劉醫師的分享 那歡迎大家把影片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看到實用的健康資訊 然後呢也歡迎追蹤我們的 康健雜誌的粉絲專頁 還有訂閱我們的康健雜誌頻道喔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天氣冷 因為溫差大 我的血管非常容易感受到溫度的變化 當這種血管受到溫度變化 擴張收縮 你的血管裡面假設有斑塊 或血管裡面呢 有所謂的這個動脈壁的一些玻璃的狀況 就容易發生意外了 你突然暈倒倒下去 那就麻煩